各位好 我们来看这一题 这题的话是一端固定一端自有的助波 那这就是类似我们的弦乐器 弦乐器有一些它的一边是开口另外一边是闭口 例如说管风琴啊这样 好那这个它的公式就会跟两端都是固定的弦有点不一样 那其实它还是有规律 我们先可以看一下底下这两张图 这两张图的话也把它的助波画出来了 那如果掺第一张图的话 在这个情况下它的助波它的弦场是几个半波场 是一个半波场两个半波场再加上半波场的一半 对不对因为这样是一个半波场 这样是半波场的一半 所以它总共的弦场是表达为 两个半波场再加上四分之一个波场 就是半波场再一半 那我们知道半波场也可以再表达为四分之一波场 半波场就是两倍的四分之一波场 所以我们其实就可以把这个两半波场 改写为两倍的四分之一波场 所以最后它就会变成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这样子就是一个四分之波场 两个四分之波场 三个四分之波场 四个四分之波场 五个四分之波场 所以就可以写成四分之波场的五倍 就会等于险场 四分之一波场的五倍 就会等于险场 四分之一波场的五倍 就会是险场 四分之一波场 所以就变成了四分之波场乘上七 那猜猜看 在下一个行程铸波的情况 它的险场会是几倍波场 没错 在下一个的话会是九倍 所以它就会是激数 四分之波场的激数倍 所以它的公式会是这样的 四分之波场的激数倍 然后会等于险场 那它的这个M不是12345 是13579 点点点 那跟上一体类似 我们等号左右都同乘于频率 那DAMD乘上F 波场乘上频率就是波数 所以最后会变成这样子 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最后整理成 频率就会是激数倍的 四分之L 分之V 这样子 这就是一端开孔 它的 一端自由端的驻波频率公式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来算一下这一体 它说 泄密度是0.02 一端固定 一端 折套在 一个细长且光滑的柱 就是说可以自由的上下移动 当它的频率是25的时候 弦的张力是200 然后弦产生图A的柱坡 那我们这时候可以用它给的条件去算出波数 就会是根号的200去除上0.02 0.02 0.02 那就是100 这样算出来的话是100 波数是100 那波数是100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直接带入这个公式 好像是A图的话 图A的话它是几个 几个 它的M是多少 它的M是5 就是5 就是5个四分之烂打 5个四分之烂打 所以 我们就可以这样算 换个颜色吧 就是 频率25 然后就会等于5倍 然后乘上 2L 4L 分之 100 因为 从 波数公式 泄密度和神障力算数的 波数是100 所以这样算起来的话呢 L就等于5 那L等于5的话 初波的波长 这时候它的Lamb 是 5分之4 L 所以也就是 Lamb 就会等于4 那第二小题的话 如果中间的节点 再增加一个 也就是从 中间的节点 从两个 变三个 的话 那 它的 它的 驻波的条件 它里面的这个 倍数 M呢 就会从5 变成7 就会从5 变成7 好 那所以 频率会变多少 这一次 也是一样 直接带公式就可以了 变成7 然后乘上 4 乘于5 因为 显场已经得到了 然后100 所以最后就会得到 F 就会是 35 好 就是这样 那重点就是在 这个公式怎么来的 其实也是从 驻波的图形 去推理的 好 谢谢 再补充一下 其实第二题有更快的方法 第二题更快的方法就是说 其实 它的 它的 它从这个 5 变成7 的情况的时候 其实只有M改变 因为波数 和显场都不变 所以其实就只有M改变而已 那也就是说 呢 在 第一张图的时候 的频率 就会跟 第二张图的频率 就会差 它的比 它的比 就会是 5 比7 因为 什么 因为 后面这一项都不变了 它是同一条弦 然后 绳子张力也不变 所以 波数不变 那显场不变 所以 当M从5变7 F就会变7倍 所以 这是另外一个更快的方法 所以 第二小题的话 B图的 情况 它的 震动频率 就会是25 乘上 7 就是 35赫兹 好 谢谢